我們看會清白要不要講一下 院長我們可不可以簡單談一下 很多像他們指控的一些期約或是三千萬的股票 其實根本都不是他們做的那些事實是不是 對 非常大的誤解啦 我今天有跟審判長跟兩位法官說明 就是我絕對沒有做任何不法的事情 從來也沒有這個念頭啦 那這個 起訴這個動作 對我本人 中央研究院還有整個台灣 其實是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那你們也知道這個名譽對一個嚴謹的學術工作者 甚至在國際上有非常崇高學術地位的這個科學家來講 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我一定會非常的努力經過這個過程 那我也相信我們的法官會非常公正地來看這個案子 幫我清牌跟這個名譽 我會為了自己的名譽跟台灣 甚至中央研究院的這個生意奮戰到底 謝謝各位 市長他就是認定說我們可能在美國有一些資產 或是女兒子女也都在美國 所以認為說我們不應該解除你的限制處境 您自己認為 那我本來就是在美國發展三十幾年了嘛 當然會有美國籍子女也在美國 當然也有資產 但是有更好的就業機會啊 那我也放棄了這一切回到台灣 主要還是希望能夠利用我的專業 幫忙台灣的這個改善科研環境以及生技方面的發展 所以我的初衷還是沒有改變 不可能逃亡的 我捍衛自己的清白都來不及了 怎麼會逃亡呢 假如我有這種念頭的話 因為我在全世界的這個協助線都知道我 這個等於是自殺的一種行為 在全世界幾乎沒有辦法容身 所以絕對不會有這種念頭這樣 謝謝 我想那個假如你們要問 我律師在這裡 可以留他好 就是